《新闻传播室》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欢迎 《新闻传播室》 它本来就是一个 时间云里向飞行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专业 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 在书榜中学习 也能够跳出来 去走到社会里面去 把理论和实践 能够做一个更好的结合 经过学院里面的反复的讨论 也最后选定了 金属优俗传统文化 这样的一个选题 我们很多大学院来说 其实传统文化 都是一个符号化的 你是没有那种实质性的感受 和情感的那种感知力的 那么我觉得 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在亲身去倾听 那些广大的劳动人民 他们去唱舞剧 子歌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 那种歌曲带来的 那种生命力和活力吧 我觉得 文化是根吧 你怎么样能够 能够在大量的文化绘杂的 这样的一个语境里面 去找到自己真心的所在 还是需要让我们去往深历看 甚至是往离我们比较远的 这样的有一些 甚至已经快要消失的 清除的传统文化里面 去找到自己的血脉和自己的基因 能够用我们专业的一些技能 去让这些传统文化 换发一些新的活力 然后利用新的平台 新的媒介去推广它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融丝的事情